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安提阿教会的所作所为如何表明他们是一个活跃的中心的教会 你好,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休息使徒形状的第13章1到12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拉巴赫称呼离结的西面 古力带人路求与芬芬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列并扫罗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驱逐我造他们做的功 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们既被圣灵拆遣,就下到西流基 在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 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等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 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经过传道直到帕佛,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 甲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书 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 士求保罗是个通道人,他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 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语女马 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兼恶魔鬼的儿子重上了投敌 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现在主的手夹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 他的眼睛立刻昏门黑暗,四下里求能拉着手拧他 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 那么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在关注彼得所做的事迹 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将更多的追随扫罗的事迹 那么在第九章当中,我们曾经被告知 主已经捐选他去外邦人当中传教 那么从扫罗回归信仰到第十三章的这一个时刻 我们并不能确定说已经过去了多少年 但也应该是有相当多年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九章扫罗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是在三年之后 他在大树又待了一段时间,又在安提亚待了整整一年 所以可能至少是五年了 从第十三章的描述,我们发现安提亚的教会已经在成长 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先知和教师 今天我们常常认为教会有一位传道人向会众讲道和教导 事实上我们在后面 新约族学习当中会看到 有关成长为长老的资格所看到的时候 所有的长老都需要能够教导的 所以教会应该有很多的教师的教会 一个强大的教会将是一个能闷成长为更好的神的话语教师的教会 因此一个强大活跃和忠诚的教会的标志之一 就是有很多人能够教导福音 那么路加在这里就提到的五个人 我们已经在使徒形状当中见过的巴拉巴和扫罗 以及尼杰、路球和马链 马链是与芬芬王、西律一起长大的 这也向我们表明 各阶层的人不仅应该要听到福音 而且有能力去遵守他 那么这五个人在安提亚四分组 当他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 圣灵告诉他们 巴拉巴和扫罗需要与他们分开 去做他呼召他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之前在福音书当中已经看到 禁食是指一个人不吃东西的时间 从宗教意义上说 是为了留出时间来做属灵上的事情 但我们并没有发现像今天的一些教会 那样去设立一个特殊的禁食日 我们也没有发现这段经文 命令基督徒应该在何时 以及要多久禁食 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所说 禁食是神与人之间的私人的事情 也是基督徒奉献一段时间 祈祷和属灵事物的时期 巴拉巴和扫罗被呼召去做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去外邦人当中传道 所以他们就按手在巴拉巴和扫罗头上 打发他们走了 但人们一看到按手的时候 就相信说这是某一种的宗教的按手意思 必须在巴拉巴和扫罗开始这项工作之前完成 但其实经文并没有这么说 按手只是一种让他们记住 他们要旅行的职责的严肃性的一种方式 安提亚的教会能够派遣传道人去教导福音 这是一个强大活跃和忠诚的教会 一个侍奉神的教会的另外一个标志 巴拉巴和扫罗在圣灵的大林之下就来到了西流基 这座城市位于安提亚以西海岸约25公里处 他们与驻守约翰马可一起坐船经塞浦路斯到萨拉米 塞浦路斯距离西流基不到160公里 在天气晴朗的路子里 可以在西流基远处看到塞浦路斯的 到达萨拉米后 他们在优太人的会谈里开始传播上帝的话语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立即向外邦人传教呢 这不就是扫罗的使命吗 是的 但是福音也需要向优太人传播 因为优太人本应该是最容易听到米赛亚的 因为他们知道旧约 而外邦人则是不知道 那么我们将在石路形状接下来的学习当中看到 优太人将在很大程度上拒绝福音 而扫罗将越来越多力在外邦人当中进行教导的 那么巴达巴和扫罗就走遍了整个岛屿 当他们到达帕佛时遇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巫师兼假先知 名叫巴耶稣也放映为与玛 另外一个是塞浦路斯的总督代表或者是总督 世求保罗 世求保罗希望听到福音 所以他就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 但是巴耶稣不希望总督听到并专守福音的 因为这可能会让他失去世求保罗的青睐 所以他要抵制巴拉巴和扫罗 扫罗就被圣灵充满 质问他是一个充满诡计和欺诈的人 是魔鬼的儿子 扫罗只是在揭露他的本质 以便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假先知 那么作为惩罚 扫罗就呼求主 使得伊尼玛暂时眼睛失明了 而且事情就这样的立即发生了 总督看到所发生的事情 对主的教导就很惊讶 这使他相信并且服从了上帝 那么在结束之前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里 路加第一次指出了扫罗的名字 从保罗的变化 事实上在这里开始 扫罗将被称为保罗 那么路加并没有像某些人所主张的那样说扫罗是改名为保罗 而是说扫罗也被称为保罗 这意味着就像一些西班语当中 名叫何塞佩的人在英文中被称为约瑟一样 保罗是一种罗马语的形式 那么犹太名字扫罗 那么因为保罗的主要是在外邦人当中传道 所以他就采用罗马形式的名字 也就不足为奇的 好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